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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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力發現呢 現在很多人呢 會下廚但是 也像就不會直接使用 火來煮飯 因為現在有電子鍋啦 電鍋非常方便 下去就可以等飯吃了 那如果用 火如火直接來煮飯呢 你稍微要在那邊顧一下 顧一下火候 那我們今天呢不是要煮白飯 我們要煮 香港的包仔飯 我們今天就學著阿嬤那個年代 我們來用火來直接煮飯 我們使用這種 鍋子 煮鍋 那我們要上市場去買這種 甘腸和大腸 就是煎這道菜的主角 那除了甘腸和大腸之外呢 你可以放一些蔬菜 我們馬力放一些紅喜菇啦 另外呢還有 就是蒜 停一下它的味道 所以現在我們把米清洗乾淨之後呢 到鍋中 那 放入水 那開火囉 首先呢開大火 讓它煮 那到煮沸 這段期間呢 你要拿 湯匙在那邊攪拌一下 避免它沾鍋 可以發現呢 那些米啊 有點粘稠了 你看它的狀態 非常清楚 有點像要沉鬆這樣的感覺 它水分呢也慢慢減少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已經處理好的 甘腸和大腸 還有 蔬菜 和菇味 放進去 最後呢 放上蒜苗 所有東西都擺放上去之後呢 你蓋上鍋蓋 一小火 慢慢的讓它燜煮 那大概 15至20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聞到味道了 非常的香 那 你熄火之後呢 再讓它 稍微燜個5分鐘 起鍋之後呢 我們才要調味 我們沒有放任何鹽巴 或者是高湯 我們以素蠔油 來把它拌一拌 那整個拌勻之後呢 開吃 來吃 來吃看 我們現在吃乾腸和大腸 好 那為什麼不要一開始煮的時候 就把它切成小段 為什麼 那因為這樣呢 它乾腸和大腸呢 它的甜分 裡面的水分 會流失掉 所以 可能 煮到最後 它 就沒什麼味道 或者是乾巴巴 那不好 那最後呢 我們在起鍋的時候呢 把它拿起來 簡直適合使用的大小 這樣就好了 紅色是辣腸 很香甜 那是黑色 黑色是乾腸 那為什麼乾腸 特別黑呢 因為它還混合了 壓乾 所以呢 顏色會特別的重 好讓我們嘗嘗看 乾腸它 味道 更重 好 因為它混了 壓乾 那 如果你跟 呃... 蠟腸比了 它會比較 感覺會比較 呃... 膩一點 方圓 讓我們拌著飯吃 嗯... 我記得拌著飯吃呢 就差不多 那... 就不會覺得 肝腸會不會有力 要是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按讚 告訴我們您的想法 另外呢 分享跟你們好朋友 分享跟你們好朋友 跟他們講說 我們在過年期間呢 我們上市場網站 賣場經常看到這種 乾腸跟辣腸 我們是不是 都沒有買過 那你可以 今年 買來做做看 做這道 包仔飯 容易又好吃 最後呢 要是還沒訂閱 馬丁的頻道 趕快去訂閱 你居然最即時收到 馬丁最新的 料理資訊 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分享 "? 你可憐 你什麼事情 你小心 你 不